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镇压的名单中就包括丁氏三兄弟 三兄弟虽然都学习研究西洋学 但却又各不相同 丁若中信奉耶稣 思想已经完全的西化 丁若庸和丁若全则不尽然 他们俩只把西洋学当作一门学问 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为己所用 在这场政治倾诉之前 丁若全已然脱离了天主教 因为他不能接受罗马教皇的命令 禁止败祭祖先 三人被杀后 两个弟弟不惧生死 而丁若全与其背道而驰 最后 因为找不到丁若全和丁若雍勾结天主教的证据 三兄弟中只有丁若中被杀害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兄弟俩 一个被流放到黑山岛 一个被流放到边境的康金县 黑山岛 岛如其名 是流放地中最偏远 环境最恶劣的地方 岛上的居民 大多是以前被流放的人 以及他们的后代 所以 他们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能识字的人 少之甚少 不过 这里的海域 却是鱼类最适合生存的地方 从这里打捞上来的鱼 其味道鲜美 肉质上乘 种类繁多 因此 这里的居民主要以捕鱼为生 但 到了王朝末世 腐败丛生 勾捐杂税 不计其数 岛民们的生活 因此变得万分艰苦和心酸 来黑山岛的路上 丁若全陷入了沉思 他不由地想起曾经正祖的嘱托 他坚持下来了 可正足走了 大事不接纳他们 兄弟三人 有的丧命 有的流放 若是早知有这么一天 丁若全还会继续坚持下去吗 虽然狗活了下来 但对于以后的路 丁若全只感到了渺茫 经过了几天的跋山涉水 丁若全终于到了黑山岛 岛上官员别将亲自迎接 并转身告诫岛民 这人是邪学罪人 所有人都不许对他好 不过 岛上的居民都对丁若全很和善 毕竟在阶级森严的朝代体制下 人和人的身份 决定了他们的高低贵贱 即使丁若全是个被流放的罪人 也是堂堂的两班 当别将问道 谁愿意给丁若全提供食物和住宿时 岛民们纷纷表示 可以一起出粮食供养他 一番讨论过后 别将把这个重任 委托给了有房有田的寡妇 可居嫂 可居嫂带人热情 丁若全住进他家后 吃的第一餐 就是可居嫂亲自下厨的 斑窑刺身 对于岛民来说 斑窑可是天赐的美味 虽然别将提醒过他们 不准对国家罪人好 但在可居嫂看来 来了他家 就不是什么罪人 而是客人 第一次品尝生斑窑味道的丁若全 不禁连连夸战 他这才发现 自己原来的见识是狭小的 于是 他开始观察岛上的一草一木 想要好好了解这里的一切 斑窑是昌大送来的 昌大是岛上为数不多能识字的人 他的父亲是近视 脱脱的两班 在罗州当官 母亲是岛上的寡妇 她是两人苟合的结果 为了能得到父亲的认可 他拼命地识字读书 作为数字 他没有资格考取公民 但他想着 只要自己能被父亲刮目相看 或许 父亲能把他收养七下 将张昌大这个名字 写进族谱 这样一来 有了身份 他就可以考取公民 成为向往的两班贵族 他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读书上 时至今日 他已经学了签字文 小学 明星宝剑 无书可读后 他会拜托出海的人 从陆地上带书回来 按理来说 这样的昌大 应该第一时间就找上丁若泉求学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在他看来 自己和丁若泉 不是一条道路的人 他是性理学的忠实拥护者 而丁若泉离经叛道 是惜学罪人 要他背叛初衷 向这样的人求学 那是绝无可能的 所以 在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昌大对丁若泉态度默然 第二次见面 昌大言语犀利 拒绝了丁若泉的好意 是大在 在前进 西洋人也在前进 而整个朝鲜 却停滞不前 恪守性理学 不但不加以变通 对外来的思想文化 游言不尽 想到这里 丁若泉心下怅然 郁郁难尽 他不由地感叹 珠子的力量之强 深深地影响着世人 晚上 他来到海边独自饮酒 仰头看着天上悬挂的明月 张嘴就是一首诗 陈若泉心上悬挂的明月 赢射的灵感 喷涌而发 一个没注意 丁若泉就一头扎进了海里 好在这时 昌大出海打鱼 伸手救下了丁若泉 只是 这日之后 丁若泉心有欲结 一直不吃不喝 也不与人交流 就那么直挺挺地 躺在床褥上 听闻此事 昌大想到白天的话 可能伤到了丁若泉 心有愧疚 特意去抓了一只大章鱼 和几只新鲜的鲍鱼 送到可居嫂家 有了上好的食材 可居嫂连忙熬了一碗海鲜汤 好说歹说 才劝动丁若泉起身吃饭 一口接着一口 美味的海鲜汤 让丁若泉再次活了过来 痊愈后的丁若泉 再次拿起了纸笔 他将这些日子的 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 就连可居嫂说的一些话 都记了下来 这时 昌大拿着新道的书 从他门前跑过 丁若泉再次交住了他 听到这话 丁若泉生气了 自己是读完 精识子籍的大学者 岂能忍受一个 思想觉悟 没有自己高的人 说三倒四 惊奇之下 丁若泉大骂昌大 是没有见识的贱民 昌大平生最不愿 听到别人说自己是贱民 反驳后 便扭头就走 回到家 昌大就迫不及待地 打开新书学习 这时 邻居家传来一阵骚乱 因为交不上税 官员要抢走 邻居家的铁锅顶税 看到如此暴行 昌大把满腔的愤怒 发泄在读书上 他始终相信 这些人变成这样 正是因为没有好好 参悟性理学 看到下属收上来的东西 别将气急败坏 将他们大骂一通 得到别将的吩咐 下属们纷纷开始行动 这次 他们连死人的军部都收走 昌大再也忍无可忍 一气之下 跑到别将的府上 慷慨陈词 明心报道 别将大怒 命人狠狠地打了昌大几大板子 打完后又把他关起来 得知此事 丁若全找到别将 说自己认识泉罗道诱水史大人 只要别将放了昌大 他就在给诱水史大人的信中 替别将美言几句 别将一听 立刻换了一副罪恋 不仅好生招待 还同意了丁若全的要求 昌大被放出来后 带着新鲜的大鱼 前来登门道谢 丁若全以为昌大带来的是班瑶 心里的蝉虫再次被勾起 只是这次不是班瑶 而是黄鱛鱼 最后 昌大又向丁若全 介绍了班瑶和黄鱛鱼 许多不一样的地方 这些不同 都是许多人没有注意到的 不仅如此 昌大还能说出鱼的骨架结构 对此 丁若全身表惊态 他没想到 昌大这个看着年纪不大的小伙子 却对鱼有如此深刻的了解 这看色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在丁若全的心里 激起千层浪 正思索时 弟弟的一位学生 李光海来访 还带了弟弟写的新书 慕民新书 希望丁若全看完此书后 可以批评指正 丁若全没有拒绝 并捎了一份信给弟弟 在信中 他告诉弟弟 自己日后要写一本渔谱 不再去研究善变难懂的人类 而要去研究通透明镜的事物 丁若全将自己要写渔谱的想法 告诉了昌大 起初昌大并不愿意教丁若全 后来 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那就是 用自己平生所学的知识 交换昌大所了解的鱼类知识 这样一来 就不是帮助 而是知识的交易 昌大心动了 立刻拿出大学 指出里面一句 一直困扰自己的话 丁若全也不有所思藏 困扰许久的疑惑 终于得到解答 昌大 在这一刻 对丁若全开始改观 主动磕头拜他为师 就这样 两人互相讨教 不耻下问 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 他们不像是师徒 更像是朋友 这日 李光海再次拜访 看到昌大 毫不避讳地说 一句贱民 打破了这么多天来 昌大和丁若全 相处的平衡地位 昌大以为 自己在丁若全的眼里 可以稍有改变 至少 不再是贱民的身份 李光海离开后 昌大 的心理学 变成作茧自负的东西 师徒两不欢而散 昌大不理解师父 丁若全也无法一下让土地转变观念 毕竟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 才懂得其中的道理 几天后 丁若全拿着一个从海上飘来的地球仪 来到昌大的家里 用地球仪的道理 企图开导昌大 师父的一番话 深深地刻印在昌大的心里 他开始反思 究竟该如何去学 又该学什么 师徒两重归于好 昌大也安下心来 好生同丁若全学习 一段时间后 昌大的学识进步飞速 在师父的允许下 不仅开了私塾 教导上的小孩子学习 还能在康金先生的府上 以对师的方式 取胜了他的学生 后来 昌大和自己的青梅成了婚 丁若全也同可居嫂在一起了 自从去康金先生的府上 见识到康金先生写的书后 昌大心里有了一个疑惑 人家那不仅写实地调查 还写兵书礼法 还有关于周易的书 而自己的师父 写的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 他将困惑告诉了丁若全 丁若全解释道 我许而言 属龙的 Bond haga bee仔继续的雅 除医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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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 Christian ütün Moz problem 整理台 那你怎能用下育成的官方 那你怎能用上好 那你怎能用上了 那你 Bere装上了 他但是你不肥成的 所以那你何嘅 他能用上的平時 不是明星採用的 庭妹妹 那你用下育成的 他拿着他拿着 我已经承识了 我已经承识了 但是这国家 我一样都没承识了 这国家的承识是谁 这国家的主人是承识 是白产 昌大无法接受丁若权的观点 他无法想象师父口中的世道 正巧这时 昌大的生父慕名而来 决定认昌大为养子 让他去考科举做官 与师父的分歧 让他很快做出了决定 比起当渔夫 他更想当牧民 即使和丁若权学习了这么久 他也仍然没有放弃 想要考取公民的想法 现在机会摆在眼前 昌大没有拒绝 毅然决然地 带着家人离开了黑山岛 去了陆地 很快 他凭借着出色的学识 一路考中了近识 成为了两班 父亲让他先跟牧民官 学人情试过 然后再花钱 给他买个县令官职 昌大以为 成为了一心期待的两班后 就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可是 他发现他所期待 和眼下所过的 完全截然不同 使官对待百姓 如同猪狗 各种压榨奴役 在米粮里掺杂沙子 收取不足满月婴儿的军部 各种贪污腐败 钱全勾结 让他大开眼界 晚上 他请各位官僚吃饭 宴席上好酒好菜 甚至还有家人相伴 昌大试图改变这些人 但为事以外 各种丑态尽险 自己还被返江义军 昌大无法忍受 愤然离奇 回到家里 回想这些日子 昌大久久无法入睡 妻子看在眼里 心疼地说道 妻子的话让他醍醐灌顶 看到因焦不起睡的百姓自散身体 官僚对其狠下毒手 昌大下定了决心 不再当这个官职 离开陆地 回到原来的地方 而另一边 丁若全听说自己的弟弟解除了流放 心想自己可能也快了 于是带着妻儿离开了黑山岛 搬到了距离大陆最近的牛尔岛 等着解除流放的招令 只是 等他写完语谱 因病逝世 都没等待招令 回黑山岛前 昌大想到了师父 专程跑去探望 只是 时机已晚 昌大到的时候 丁若全已经过世 看着师父书桌上留下的厚厚一本 资山语谱 和留给他的信誓 昌大再也没有忍住 哭了出来 丁若全在信中说道 张대亚 나는 흑山이라는 이름이 무서웠다 헌데 너를 만나 함께 지내며 무서움이 없어지고 호기심 많은 인간이 유배 길에 잃었던 호기심을 다시 되찾게 되었다 그리하여 내 덕분에 음험하고 죽은 검은색 흑山에서 그윽하고 살아있는 검은색 자산을 발견하게 되었다 장대야 학처럼 사는 것도 좋으나 구정물 흙탕물 다 묻어도 마다 않는 자산 같은 검은색 무명촌으로 사는 것도 뜻이 있지 않겠느냐 흑山 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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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31日 在韩国上映 该片讲述了朝鲜王朝时期的学者丁若全 在流放期间编写记录娱乐的书籍《资山与谱》的过程 以及其与当地渔民张昌大的友谊 丁若全和张昌大 这两位 一个被庙堂辜负过 幻海沉浮过 深安清淡之苦 希望以实物来找到新出路和内心的宁静 一个被出身所求 被贫苦所累 以为书本上的大道理 达官贵人们人人遵从 以为读书十次进入仕途之后 就能带领乡民们 一起步入美好人生 在政治道路上 两人因恪守的信条不同 最后分道扬镳 满怀理想的昌大 离开了丁若全 离开了黑山岛 他去往了科考院 去往了衙门府 做起了官僚 起见了一心追求的两班 然而 现实与理想隔着一道墙 他慢慢看清了官场的黑暗 统治的腐败 与民生的困苦 如学成了统治阶层 盘剥百姓的车修部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失去了本来面目 最后 他也渐渐地明白了 丁若全所说的那些道理 选择回到了黑山岛 对于他们两人而言 反抗一个国家 无异于一卵七十 他们认识到了这个现实 所以他们愿赌服输 从实际来看 知识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命运 但他们的命运 最终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知识不能改变命运 只能改变看待命运的方式 何止电影 让我带你看透电影的一切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